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584章 秒杀擒天 不得不说 也许那一箭震惊了场中所有人 即使是强如王之策 此刻也是有些心情 这擒天可是正道境强者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正道境强者 然而却被叶玄两箭给斩杀了 不仅如此 叶玄此刻散发出的气息比之前 又更强一些了 特别是刚才那一瞬间 叶玄那一箭的威力比之之前 强的可不是一点两点 随着叶玄这一箭斩杀擒擒天之后 场中突然变得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在看着叶玄 这个此刻极为不正常的少年 就在这时 叶玄左手突然轻轻紧握 一瞬间 武院内所有地面上的鲜血 突然间颤动起来 紧接着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那些鲜血竟全部划为了血界 四周 智慧蒙强者开始慢慢后退 红石神色戒备无比 对于这叶玄 他们也是戒备忌惮不已的 特别是叶玄的飞剑 一般人根本就挡不住 王之策看着叶玄 他掌心之中不知何时 夺了一本黑色书记 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横空 对着王之策一点 是寒 刹那之间 数千柄血剑 突然间朝王之策 击射过去 几乎每一柄血剑 都能够将空间 轻易撕裂开来 这些飞剑之所以如此强大 就是因为加持龙魂之力 王之策眼中 第一次有了一丝凝重之色 看着那无数血剑 他手中的黑色书记 突然翻开 下一刻 他开始默念 见见的 无数黑色骨子 突然间自书记之中飞出 这些黑色骨子 直接朝夜悬 那些血红色剑 印了过去 场中 一道道腐蚀声 不断响起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那些血色飞剑 一并接着一并消失 空中 唐饿轻声说 圣言说 唐风看向唐饿 何为圣言说 唐饿轻声说 一剑造化 竟巅峰之暴 在这王之策的手中 其威力至少提升五成 还是能够与 道径级别的宝物相比 说着他看向那夜悬 让我们看看 他有如何应对 唐饿声音刚落下 下方夜悬面前 突然出现一张王座 神王座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夜悬突然坐了上去 他左手往内一握 刹那日间 方圆近千里内 所有灵气 全部在这一瞬间 被吸收得干干净净 而王之策面前 那些黑色骨子 也在这一刻 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数血剑瞬间 将王之策淹没了 夜悬面前 王之策 足足退了进百丈之后 才停了下来 而此刻 虽然那些血剑 都已经消失 但他全身上下 竟有着十几道的艰痕 场中所有人目光 都落在下方 那坐在神王座上的 夜悬身上 准确地说 是夜悬身下 那一张王座之上 道境级别宝物 这种宝物 即使唐族和秩序盟 这种大势力 也没有多少 应该说是屈指可数 而这夜悬 竟然拥有 道境级别的宝物 四周 无数灵气 疯狂朝夜悬汇聚过来 这些灵气 就要朝那神王座上 涌了过去 不过就在这时 夜悬突然 强行吸收这些灵气 他现在 极其需要 这些灵气 那神王座 想反抗 就在这时 夜悬的血脉之力 直接镇压神王座 下一刻 无数灵气 瞬间涌入夜悬体内 夜悬贪婪地 吸收了一口气 此刻的他 感觉体内 有用之不解的灵气 夜悬对面 王之策看了一眼 手中圣言书 此时此刻 这圣言书已经失效 因为催动这圣言书 需要庞大的灵气 而这方圆千里内 所有灵气 都已经消失了 怎么催动 不仅如此 那些灵气 全部被夜悬吸收 王之策看向夜悬 就在这时 夜悬突然消失 王之策双眼微眯 下一刻 他也随之消失 很快 王之策和夜悬 再次大战起来 王之策占据上方 但是夜悬就给人 越斩越强的感觉 特别是他的飞剑 就连王之策 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而场中 其余强者都是没有动的 秩序蒙之前的 执法者 被夜悬斩杀一批之后 已经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特别是此刻 吴苑这边 还有安兰秀 以及墨邪 这两人的实力 之前也是 秩序蒙那些执法者 为之忌惮的 暗中 唐恶笑着说 降举 唐风点头 这么继续将举下去 对我们越有力 而这秩序蒙 唐清 轻声说 秩序蒙要么退 要么再次增派强者 唐恶笑着说 我倒是希望 他们再次增派强者 因为如此 可以看看 这夜悬 究竟有没有 其他的敌派 唐清神色平静 没有说话 唐恶看向 下方的夜悬 笑着说道 也还好当日 我唐族 没有死逼这夜悬 不然 损失的 可就是我们了 唐风点头说 此人战里 如此强悍 我们与秩序蒙 都大大低估了他 唐恶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他突然抬头 看向天气 那里某处空间 突然裂开 下一刻 两名老者 自其中走了出来 见到这两人 唐恶神色 颇为有些凝重 正道境之上的强者 这两人的实力 不一定比我王之策强 但是 现在这种局面 只需蒙夺出 两名这种级别强者 那几乎说是 胜据一定了 就在这时 这老者身后 又出现三名黑衣人 这三名黑衣人 全部都是正道境 正道境的执法者 五人 暗中 唐恶轻声说 结束了 空中 这两名老者 和三名正道境执法者 突然间消失 下一刻 树道强大气息 直接朝下方 野灵冲了过去 目标是野灵 察觉到这一幕 正在疯狂和 王之策对战的 叶璇突然转身 回到叶灵面前 看着那冲来的五人 叶璇猛的一声怒吼 朝前一个急斩 随着一道 剑鸣声响彻 一片血红剑光震荡而出 但是 在五人联手之下 那片血红剑光 瞬间破碎 不仅如此 那王之策 也朝着这边 冲了过来 六名巅峰抢照 叶璇身后 叶璇走到她的身旁 她拉住叶璇的手 泪水 无声地落下 轻声说着 哥 我是不是太没用了 不管我如何努力 都帮不到你 已经有些不正常的叶璇 在听到叶璇的话的时候 她双手微微一颤 下一刻 还有些痛苦的手 莫 莫怕 有鸽在 声音落下 她右脚猛地一动 她眉间 大地倒则突然出现 刹那之间 四周无数大地之力 以及地脉之力 宛如潮水一般 朝叶璇汇聚过来 而就在这时 一柄带鞘的剑 突然出现在叶璇面前 那柄剑剧烈颤抖着 似是让叶璇拔它 因为她知道 叶璇只有在这种时候 才能拔住它 因为此时的叶璇 不仅有龙魂龙力 以及血脉之力加持 还有大地之力 还有地脉之力 这是叶璇最强的时候 看着那一群冲来的人 叶璇没有丝毫有缘 握住剑猛地一拔 一道剑鸣声冲天而起 叶璇手中多了一柄剑 而当初这柄剑出现的一刹 神武城上空 无数黑云突然出现 下一刻 一道道紫色雷电 不断自其中闪烁 一道道天地威压 朝下方碾压过来 紫色神雷 王之侧等纷纷停了下来 眼中满是惊骇之色 这紫色神雷 那可是传说中的神雷啊 怎么会出现呢 要知道 这种神雷 一般只会出现在 那种极为逆天的妖孽突破时 才会出现的 比如记载之中 也只有当年的古塔天 武院周亚夫 以及唐祖那位穆南枝 突破时才出现过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一见独尊》 《一见独尊》